赵大人来了 赵大人 您请 赵大人 赵大人 好久不见 妹妹 别来无恙了 容我先介绍一下 这位是京城来的 仇不可商 欧阳公子 这次来淮州 是想采购一批成衣 及丝绸 听闻云锦庄 是淮州织绣的翘楚 因此想过来看看 行弟 这位便是云锦庄的主人 也是捉惊的义妹 云娘 云庄主 幸会 慧阳公子不必顿 在下想进一步了解 淮州织绣 还返请庄主 委派一名学徒 替在下好好讲解一番 不知是否方便 这又何难 我云锦庄的弟子 公子虽然才书学姐 但都识得大体 公子觉得 哪一位何演员 他们都可为你讲解 公子请啊 那个人 怎么似曾相识 没看见我 若公子不嫌弃 小女子愿主动秦英 为公子讲解 怀州之秀 姑娘的样子 一看便知 是云庄主高徒 在下不敢冒犯 还是 请那位一直低头的小徒弟来吧 妮成 她是真的 你急于 他不急于 你急于 你们 我救了 他们 如果是 你对 他不练了 你快去 你争训 敢问 姑娘方明 小女霓裳 不知姑娘方才为何一直低头 如若不愿为在下讲解 但说无了 这年了 都两年了 她肯定不记得我 欧阳公子误会了 这位弟子平日里最为热心肠 怎会不愿呢 小女愿请公子调遣 霓裳 还不把头抬起来 姑娘好生灭熟 我们是不是曾经在哪儿见过 我 霓裳是淮州人士 从未去过京城 想必是公子认错人了 既如此 那应该是我认错了吧 公子就住在我的别院 今后往来请教 也会极为方便 好 还要多谢云妹妹 给同身这个面子 赵大人不必客气 举手之劳而已 霓裳 那你就听欧阳公子的差遣 做衣裳的事 也不许耽搁了 诺 二位 请随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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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霓裳 霓裳 这位欧阳公子 是由赵大人亲自引荐 小时大有来头 他挑中了你 说明你要走好运了 把人哄高兴了 说不定赏你几两银子 倒是可以把这几年的学费 给结清了 那你又不欠学费 却要毛遂自荐 又是图什么呢 我 我是怕你们几个人 学识尚浅 在外地客商面前 丢了云锦庄的面子 才主动请你的 是吗 可人家并未选中你 想来也不认为你学识渊博吧 你 好了好了 霓裳 来 霓裳 霓裳 你知道刚才那位欧阳公子 是何来头吗 他可不得了 他是 算了 我娘不让我说 总之你记住啊 那个人可千万得罪不起 该来的总会来 怕有什么用 我就不信 他能吃了我不成 好 公子 对不住 霓裳姑娘 为何如此惧怕我 公子误会了 霓裳没有 那你为何不敢抬头看我 男女说说不清 公子又是贵人 霓裳把失礼 霓裳姑娘 我此番来到淮州 就是想深入了解 淮州制造工艺 这样唯唯诺诺 反而要耽误我的事 公子说得是 霓裳知错 不 那不知公子今日要做些什么 只是想去布市 问问价吧 那公子想问商价 还是名价 何为商价 何为名价 商人进货 承批交易就是商价 民间领买便是名价 那二者价差几何 这要看公子的了 懂行的领买 也能以商价成交 不懂行的商用 也以名价买卖 看你伶牙俐齿 倒是经商的好材料 云锦庄也教你们做生意吗 师傅只教刺绣纺 其余的马能物则物 那你将来是想要经商 还是跟你师傅一样 开个教习院 经商也好 教习也罢 精力做到无愧于心便好 我们 真的以前没有见过 公子身份尊贵 游历广阔 见过的人何止万千 霓裳乃是平凡女子 与我相似的人又何止万千 公子姐的眼熟也是正常的 你怎知我身份尊贵的 公子言行举止如此得体 气质脱俗 寝室一般咸长也能比 这个呀是山茶花 是最清新美丽的花 欧阳公子 您怎么了 我没事 霓裳姑娘 不知可否 为在下绣一个山茶花的绣品 卷子焊金都可 在赵大人府上 有幸看到贵装绣的山茶花图样 觉得绣法精妙无比 好 前面就是布室了 待会儿你来问家 我听听如何 公子一周如此华丽 跟在我身后 怕是讨不到什么实惠了 无妨 我们只温布买 气死他 这家是咱们环州最大的布行 锦青行 对面这家呢叫汉元堂 它在价钱最是实惠 看什么呢 吓我一跳 你怎么在这儿 你是来跟踪霓裳的 我 我才没有呢 别装了 你就是在跟踪霓裳的 那你来这儿干什么呀 我 我是来保护霓裳的 我怕他有危险 难道欧阳公子还能吃了他不成 去 你放心 除了你啊 没人会看得上他 你胡说 我 我 我什么时候看得上他 行了 别装了 平日里啊 就知道围着霓裳乱转 林锦装里啊 谁不知道你喜欢霓裳 我 那是又怎么样 你还别说 虽然霓裳有诸多缺点吧 但长相还算出众 没准欧阳公子 真的就打上他的主意了 不可能 所以说啊 咱们不能给欧阳公子这个器具 霓裳再怎么样 都是咱们云锦装的弟子 要是真的出了什么丑闻 丢的是咱们云锦装的体面 你觉得呢 所以啊 我觉得咱们俩应该把他们分开 如何 霓裳是封了我娘的命令 给欧阳公子停差的 这如何分开啊 我就说你木头吧 这还不简单 欧阳公子不就是想听淮州之秀吗 霓裳能由我懂得多 说得透 我去替换她 行了 别犹豫了 那行吧 那就按你说得这么办吧 反正你巴不得离欧阳公子近一点 不过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欧阳公子的身份可跟咱们不一样 你管不着 我的身份还跟你们不一样呢 你管不着 我的身份还跟你们不一样呢 您觉得这家店怎么样 街角那家店 女生 女生 陈天 我娘有急事找你 什么事啊 你先别问了 欧阳公子 我娘怕耽误了您的事 所以另外派了人听从您的调遣 不用客气啊 随意使唤 什么事啊 别急 欧阳公子 欧阳公子 文秀愿为公子效劳 还希望公子 不要笑话文秀愚钝才好 公子啊 淮州有很多有名的公益作坊 也有好多新奇的小玩意儿 不如我带您去逛逛 不必了 今日只堪不比 不看别人 公子啊 快到中午了 如果公子想了解淮州之秀风貌 不如娶文秀去喝一杯茶 文秀慢慢讲给您一听 如何 不用劳烦姑娘了 在下还有钥匙在身 就先告辞了 姑娘请回吧 公子 师父在这里等我吗 坐坐坐 坐 好 师父呢 我骗她的 那个欧阳公子呀 咱们还是不要招惹得比较好 就让文秀去应付吧 咱们好不容易来这一趟 不如就要喝个茶 吃点东西再回去 算了吧 被师父知道 又该说你乱花钱了 行 我每日又是进货 又是作账的 好不容易闲下一日 再说了 乱花点银子怎么了 我乐意 小二上壶好茶 好嘞 看来云庄主的事也不急嘛 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呢 这个集市四通八达 要怪 就只能怪你们为了逃避在下 慌不择路罢了 公子误会了 我们没有要逃开 你师父派你来 你并不愿意 如果连这一点都不敢承认的话 慧敏也太没担当了 你说谁没有担当 好啊 那你倒说说 为何不愿意 公子虽是京城大客商 却又没明说 要跟我们云锦庄做生意 云锦庄虽是小本经营 但也是人尽其用 抽出一个人来陪公子 便少做了许多活 回头还得熬夜补上 少数量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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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只图个自己是否方便 但可有想过我们有何不便 这么说来 看来是怪我喽 这番话如果被你师父听到了 您可知道是何后果 虽然我没有明说 是要与云锦庄做生意 但也不会无缘无故来到淮州 自然是有大生意 万一看好你云锦庄 却被你这番话给搅黄了 你师父饶得了你吗 你一个王爷 哪儿来什么大做买卖 公子整日在街上闲逛 浪费了许多时间 哪有一个商人做买卖 是像您这样的 错 做买卖和看大夫一样 望闻问切 一切虚实皆要打探清楚 方能保证万无一失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道理 你师父没有教过你吗 欧阳公子 我 还是说 你觉得做生意 就只是一手交银子 一手交货这么简单 欧阳公子 我们还有急事 您早点休息啊 等等 你师父派你来给我做向导 你却极不合格 不过 看在云庄主的面子上 今日定要教你个明白 坐下 一起坐 一起坐 不知公子有何指教 今日我们去了布市 现在你告诉我 我们今日逛了多少个商家 询问了多少种货品 其中云昼沙价钱最高的是哪家 最低的又是哪一家 货源从何而来 水路还是路路 云昼沙报价最高是锦兴行 价格最低是汉元堂 锦兴行是淮州城最大的布行 在淮州 临北 坟河 汕水均是有分行 货物运输一贯走的是水路 汉元堂没有自己的作坊 主要靠锦兴行分销低端货品维持 因此作价最低 小二 来了 客官 你要点什么 给这位姑娘 上一壶最好的壁锣春 润润嗓子 好嘞 二叔 听校管家说您找我 城东的绸布中银子可收齐了 还有一家 掌柜的说他们最近手头起 求我宽限几日 混账东西 这些话头分明欺你年少心词 我一耍类罢 若是换我去 你看他们还敢不敢这么说 文宇啊 你要记住 这齐软趴硬是人的本性 你作为邵东家 万不可让这些人牵着鼻子走 你也不能像你的父亲一样 总是富人之人 留下一堆的烂账 要不是我 他这些陈年老账 到现在还收不回来呢 二叔说的事 指而谨记 对了 这个淮州的岩氏 你可记得 二叔说的是淮州岩不复家 当然记得 他们一家可好 你与严伯父的女儿严文秀 现在 在淮州城外的云锦庄学艺 眼看数月后 便可学成结业 与严伯父想让她来京城见见世面 顺便学习学习商道 这不写了信来 想让我们 借她来苏家小住一段时日 文宇 到时候 你就亲自跑一趟吧 侄儿年幼时见过这位文秀妹妹 苏妍两家又是世交 举手之劳 那就请二叔 即刻给延部付回信 请她放心 指定将文秀妹妹 妥善接到京城 如此甚好 当年你延伯父 将文秀许配给你 做了娃娃亲 如今你们二人 已经长大成人 索性 这次就将亲事定下来吧 二叔 二叔 我与那文秀妹妹 只是幼时的一面之缘 婚姻大事 恐怕还需从长计议吧 再说了 二叔 苏妍两家门当户对 且那姑娘前些年我已见过 出落得极为标致 二叔 我拿文秀只是当妹妹看待 要说结亲万难从命 胡闹 父母之命媒妁之淫 岂容你自己做主 池儿眼下无心成家 只想管好苏家的买卖 请儿叔不要再提此事了 这儿告退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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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时才能回来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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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你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姑娘怎看此等音律 污人耳目 就不怕 附了这月色美景吗 这儿呢 我在自家院内吹奏 污的是我自家的 与公子有何关系呢 如若姑娘喜爱音律 不妨来我这儿 与在下探讨一番 如能指点姑娘一二 也算是在下的荣幸 不需要 时候不早了 好 公子请自便 好骄傲的性子 不过霓裳姑娘 不过霓裳姑娘 为何越发有种熟悉之感 又发呆呢 你干吗来了 王爷 我找您半天了 您 您躲这儿干吗呀 跟你有关系吗 我让你寻访大夫 可有心了 王爷 我找了好些个民医 他们都说短暂性失忆 无法靠药物恢复 既然没什么损失 不如算了吧 还弄得王爷整日头疼 我最近觉得 那几日必定 发生了药井的事 一定要想起来 什么药井的事啊 我要是知道 海洪大夫吗 那倒也是 不过啊 咱们在此地待得也差不多了 要不然 咱回京吧 又想你的小琴姐姐了 可是 我还想在此地住些日子 为何呀 有趣 有趣 石头 有趣 不行 我还是给您找一大夫吧 多谢了 您怎么在这儿 我为何不能在这儿 你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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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总的 我是玻璃 那您还一直跟着我 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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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妈 胆子这么小 连个桥都不敢过去啊 不负心啊 过去啊 嗯? 不忍耐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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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書LE 李正宗 小心本公子和您一起调的事 要是你与本公子斗嘴的时候 有这么矜持就好 你们能在这么短的时日内 做出一身衣裳 还能展现出各自的风格 还算是不错吧 梅姨 可有您中医的 梅姨 试试我这件吧 保证您满意 好 那日是谁说 梅姨不好看来着 今日 我看你们谁有本事 让梅姨变好看 梅姨 您觉得如何 考虑到梅姨要干活 所以我收窄了梅姨的袖口 采用了修长的剪裁法 这样梅姨走路的时候不会拖淌 在腰身上我又加了硫苏 这样兼顾了美观 色彩上我选择的是孔雀蓝加眉红色 这样会显得华丽又高贵 这腰身太紧了 梅姨我不舒服 你看这 这碎子与我有何用 擦鼻涕用啊 梅姨啊 这腰身是按您的尺寸做的 是合适的呀 合身好看我承认 但不适合 我穿成这样 那怎么砍柴挑水做饭呢 这颜色在锅灶上一蹭就脏了 我 可是我 我想试试霓裳做的 梅秀姐 梅姨这身衣裳跟老妈子似的 怎么能跟你一套比 简直一天上一地下 梅姨 梅姨 您觉得如何 这套啊 就选这一套 说说理由吧 你们都知道 我是个干粗活的 平日里呀 也不爱花生 所以那些绸啊 断也的 红的绿的 根本不适合我 这件衣服 素静 不张不扬 正正合适 最妙的是 我每日打水擦地 总要跪在地上 这衣服的膝盖上 还打了双层的布料 这袖口也合适 还有这下板 不宽不窄 适合我砍柴挑水 行动也自如 真是哪儿哪儿都合适 哪儿哪儿都想得周到 就算这衣裳方便干活 但一点都不美观 师傅说了 这次的主题是创新 这件衣服平淡无奇 何来的创新 梅姨之所以选这件衣服 不过是因为跟霓裳私交好 存心偏袒罢了 怎么这么说 霓裳 霓裳 那你说说 为何做出这件平淡无奇的 我就是没想意 我也想知道 什么路 这么就跟霓裳 我都想着急 什么路 啦 最后就不耐isa 来 霓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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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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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余人等 均不合格 梅姨 等过些日子得空 我再给您多做两身 这样的衣裳 那感情好 那我就可以替换着穿了 我也就可以变好看了 梅姨 你本来就很好看 行 我去干活了 梅姨 头发乱了 是吗 我刚才换衣服的时候 可能弄乱了 不小心 欧阳公子 可是来找师父的 好 今日无事 想去市集逛逛 因此 霓裳为了考试 好几日不得休息 师父特地交代她 好好在家待一日 倒不如我陪公子去吧 那边我比霓裳更熟悉 你 欧阳公子 你 欧阳公子 请 霓裳 今儿没课了 你打算去哪儿啊 我跟欧阳公子约了 今日陪他去逛东市 欧阳公子不是已经走了吗 走了 对啊 方才我见到欧阳公子 跟文秀一起走的 霓裳 霓裳 欧阳公子这个人 虽然看起来不像坏人 但是他的来头实在大得不得了 咱们还是手沾着为妙吧 是师父要我 你就让文秀他去吧 咱们无权无事的 能躲远点躲远点吧 好 那今日无事 咱们不如一起到街上逛逛吧 好啊 那我去叫上元香一起 等我啊 怎么又有元香啊 大家都是 时候差不多了 今日就到此为止了 可是那边咱们还没去呢 在下要办的事情 都办得差不多了 今日多谢文秀姑娘相陪 那就不多打扰了 来 包子 欧阳公子 欧阳公子可是厌烦文秀 姑娘何出此言 文秀又不是木头 是否被人厌烦 岂会不知道 姑娘误会吧 在下并无此意 文秀仰慕公子 想为公子多尽一份力 如今被公子厌烦 我情何以康 好 在下并未厌烦姑娘 姑娘多谢了 此话当真 要怎样证明 您不厌烦我呢 要不 您请我吃饭如何 今日就算了吧 明日 好 多谢公子 那我们明日不见不散哦 我 你 近日所有人都知道 我是跟欧阳公子一起出来的 明日大家又会看到 他单独请我吃饭 好 好 好 文秀姐 文秀姐 你快看 文秀姐 你今天打烦真漂亮 是欧阳公子约你吃饭了吗 你俩什么关系 是欧阳公子 不会是欧阳公子看上你了吧 你不要乱讲话 我跟欧阳公子 现在还只是朋友 霓裳 我要出门了 要我给你烧什么东西吗 不必了 时辰不早了 快去吧 别耽误了 说得是啊 时辰不早了 不能让欧阳公子久等了 那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文秀姐慢走 嗯 杨欧阳公子 不会是我眼疾吧 还真看上文秀了 不应该吧 我瞧这俩人挺般配的 哪里般配了 那颜文秀一肚子歪心思 谁要是看上他才懂你 你不懂 男人看女人 和女人看女人是不一样的 哪里不一样啊 你不也和我一样 业无文秀吗 那说不定那个欧阳公子 看上的就是文秀的脸呢 脸怎么了 难道你觉得 文秀长得好看吗 说实话吧 她确实比你好看那么一些 程天 别欺负元香 我没欺负她 是吧 去倒盆清水来 我倒盆清水干什么呀 照着自己啊 凭什么说元香不好看 我没说她不好看呀 你个木头 碰上元香是你的福气 你还不知道珍惜 气死我 别理她 走 我说错什么了 发这么大脾气 请问霓裳姑娘在吗 我记得你 你是那个 我是欧阳公子的侍从 对对对 欧阳公子有些事情 想找霓裳姑娘帮帮忙 找霓裳 切 是 没想到欧阳公子 这么早就来了 在下不仅来得早 连菜都点好了 文秀姑娘 请坐吧 上菜 诺 欧阳公子如此上心 文秀心中实在过意不缺 我平日住在庄子里 以后要劳烦姑娘的地方 还有很多 何必客气 其实随便找张桌子就好 我们随意吃点 何必如此破费啊 这是在下第一次 在淮州正式宴请 当然要郑重一些才是 这么多 我们两个吃得完吗 不多不多 连同餐前餐后的典型水果 我从昨日便吩咐店家 开始准备 希望他们 不会出什么差池才好 赵阳公子 如此重视你我之渊 令文秀好生温暖 以后用得着文秀的地方 请吩咐便是 文秀先敬公子一杯 先便忙 等人齐了 再敬酒也不迟 还有别人 忧危 够丰盛名啊 来 走着 好香啊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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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霓裳姑娘的面子果然好使 若是在下亲自去请的话 恐怕大家都不肯来了吧 欧阳公子之托 霓裳定不辜负 只是师父她不喜热闹 如有小点心 容我们给她带些回去便可 我早已吩咐人 备好了两盒茶点 这就差人送到云锦庄 诸位 在下平日多有打扰 因此特地备了博球 了表心意 不必客气 就请入座吧 谢谢欧阳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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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霓裳姑娘 走 这是谁啊 这不是咱们文秀吗 我还以为欧阳公子 是单独来请文秀呢 谁知道文秀是给咱们 打前站来了 是啊 文秀 辛苦你了 文秀 你干吗瞒着我们呀 有这么多好吃的 您应该提前告诉我们呀 就是啊 这 今日多谢霓裳姑娘 替在下请来这么多客人 我敬你一杯 公子客气了 那咱们也敬欧阳公子一杯吧 对对对 咱敬欧阳公子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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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公子 文秀 喝点呗 喝点吧 文秀 欧阳公子点了这么多好吃的 我们大家一起敬欧阳公子一杯吧 来来来来 来来来 谢谢您 谢谢您 谢谢欧阳公子 欧阳公子 谢谢欧阳公子 谢谢欧阳公子 各位 不要客气 那我们开始吧 走了 都别客气啊 来来来来来 筷子筷子 筷子筷子 吃这个 好香啊 你尝尝这个 想吃这个 你不饿那我换一下啊 这不好吧 没事 霓裳 你为何故意要让我难堪 这是何一 你跟欧阳公子串通好了 你早就知道他不是单请我 是不是 你和欧阳公子的事 我如何事先得知 是欧阳公子的侍从小鹿 亲自来请我们 让大家伙共同赴言 这怎么 你就是故意的 故意在酒楼里看我闹笑话 你好狠毒 你真的是误会了 我没有要 好 你非要跟我做对的 我接招 我就不信 我颜文秀哪点不如你 凭什么要输给你 凭什么 我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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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拿换了 你哎 researcher 我去拿换了 你你去拿换了 和你串通好给他难堪 是他自取其辱 怪不得别人 你怎能做暗关火呢 分明你才是纵火的那个人 我纵什么火了 你明知道文秀他 算了 你一个大男人 又怎能了解女孩家的心思 我不必了解别人的心思 我想了解的人 自然会去聊死 你怎么不问我 想了解的人是谁啊 公子想了解谁 与我有什么关系 我又何必过问你 作词 包子本来还是爱吃包子 大少爷 多谢谢关家 文宇啊 今日叫你来 确实是有一件要紧事 前几日大哥和我说 你已经到了 能独当一面的年纪 也该出去历练历练了 现在我们苏氏呢 势头正旺 是时候开一家新店了 新店开张 琐事繁多 便由萧管家 带你一起去筹备 文宇 你可要好生 向萧管家讨教 不能辜负了我和大哥的期望 那多谢二叔 萧管家 文宇年纪尚轻 经验不足 还望您能不吝赐教 不敢 不敢 小人能为大少爷尽力啊 是小人的福分 那明日小人便在店里 恭候大少爷 大少爷 二老爷 你们先聊 小人先下去忙了 下去吧 文宇啊 我们苏家是以刺绣建厂 几代后立足于京城 成为一方名门 但是靠着祖上传下来的手艺 终究吃不酒 苏家近年来 在刺绣上难出心意 多少同行虎视眈眈啊 二叔不必担忧 我们苏家自有能功巧匠无数 文宇也会竭尽全力 假以时日 定会为苏氏锦上添花 让我们苏氏刺绣的记忆 更上一层楼 你有这份想法自然是好的 不过你是男子 有我魄力 却少了几分精巧细腻的心思 你可记得我跟你提过的 严家表妹啊 她可是云锦庄的高徒 精通各家的刺绣技巧 若是她能成为你的助力 和你一起齐心协力 经营苏家 那才是如虎添翼啊 文宇 二叔的心思 你可明白 二叔的意思 文宇懂得 严家妹妹若能为苏氏做贡献 自然是好事 苏家也不会亏待她 不过其余的事情 还劝二叔莫要再提 文宇明日 便随萧管家筹备新殿事宜 那多谢二叔栽培 你 此次考试两人一组 为对方量身做一件衣裳 还是老规矩啊 三日为限 你们一定要记住 针脚必须要细 别只顾着花样华丽 而忽略了品质 这一点啊 霓裳做得最好 你们别整日 只顾着吵嘴争斗 多向霓裳学习 文宇 这次你和霓裳配合 其余人等自行组合 诺 诺 诺 师父 再来一会儿 好 霓裳 师父昨日又夸了你 想必你心里十分得意吧 想必令你失望了吧 霓裳 你这话何一样 你怎样与我何干 我堂堂颜大小姐 你又岂能与我相提并论 霓裳没有家事背景 自然不敢与出身高贵的 颜大小姐同仁而言 颜大小姐尽管放心 下巴抬起 手臂伸直 转身 不过在出云锦庄之前 咱们也算童装姐妹一场 我倒是真心希望 出身高贵的颜大小姐 也能赢我一次 你放心 我一定会让你 输得心服口服 霓裳 霓裳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三日七千块到了 可是我脑子里 一点想法都没有 可丑死我了 那可怎么办啊 文秀已早早完成了 你可不能落后 什么之后 老师 说什么 人吗 排队 不 elect 这一次大家都完成得很好 没有一味地追求华丽和花上 而是结合了个人的特质 我很满意 怎么没看见文秀和霓裳啊 来了来了 霓裳和文秀他们来了 霓裳和文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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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秀这个裙板 你是怎么想出来的 真是精灵 真是精灵 这也太好看了吧 你是怎么想到的 好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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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个身我看看 这是文秀做的 是 师父 好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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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till的人 你怎么了 美秀姐 大夫 他这是为何 姑娘脉襄 并无大碍 这全身起的红疹 应该是皮血 皮血 怎么会起贫血呢 可能是沾到了某些会过敏的食物 抑或是药物 胭脂水粉 还有染料 会装这些东西倒是不少啊 若是体质敏感 就会全身起红疹 甚至昏厥 严重的可致命 倒是不能大意 索性这位姑娘病情较轻 我开些药 三日之内便可痊愈 再见 告辞 闻秀 你感觉如何啊 是 师父 我没事 就是全身养得厉害 还烧着呢 你有没有曾误碰过什么东西 我 我只知道 自己从小就不能碰槐花 一碰槐花就会发烧 全身发痒起疙瘩的 我脸上不会又起 难道我不小心碰到了槐花 槐花 我从小就知道自己不能碰槐花 是绝对不会碰的 会不会你的衣裳 是用槐花做的染料 不可能 我知道闻秀对槐花过敏 所以染料里绝对不会有 怎么会是衣裳的问题 是啊 我们都知道这件事啊 翠玉 将霓裳调制染料的原料找出来 拿到教习室给我看 诺 师父 也是 闻秀的衣裳 用了姜黄 枝子和紫苏 所有原料皆在此 师父可以查验 来 槐花的叶子 为何在此 我 我不知道 我没有用 霓裳 你素来小心 为何此次如此大意 文秀不能碰槐花 你却在染料里用槐花 我为霓裳你是有意而为之 我不知槐花为何在此 我明明仔细筛选过 证据就在眼前呢 你还狡辩 师父 霓裳没有理由这样啊 肯定是有什么误会 不管是不是故意的 文秀穿了你做的衣裳 就是你的客人 客人出了问题 就是你的责任 你认不认 我不知槐花为何在此 更不会做什么手脚 原料是你所在 衣裳是你所做 一句你没有 如何撇得清 原料包里出现槐花 霓裳暂且无法自证清白 但师父生气 霓裳甘愿受罚 你非但不认错 还跟我赌气 霓裳没有赌气 以我原来的性子 你犯下这样的过失 我就应该叫你 赶出云锦庄 师父 你就饶了那场吧 念你在云锦庄 一贯勤恳 就暂且饶过你 你去积市卖货 三日之内 必须卖出十两白银 否则 你就别回来了 十两白银 师父 这得卖出多少衣裳 才能卖出十两白银啊 卖不卖得出 就看他本事了 霓裳 这不怎么办啊 霓裳 这不怎么办啊 你去求求师父吧 师父记忆定下罚规 我认罚便是 你们不用担心我 你呀 你这脑子怎么就不会拐拐弯 你就不会给你师父求个情啊 撒个娇告个饶 这三日卖十两银子 神仙也卖不出来 还真想让你师父赶你走啊 梅姨 您说师父是真心想赶我走吗 你这孩子 怎么能怀疑你师父呢 你是他最得意的弟子 他疼你还来不及呢 不过这次的事儿 他也得服众 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我也相信师父不会真心赶我走 而我也是赶不走的 你有什么办法 霓裳 你看 这是从颜文秀采花的猪楼里找到的 颜文秀根本不能碰槐花 平日里都避之不及的 那这槐花为何会出现在她的猪楼里 分明啊是她故意采回槐花 偷偷放进你做好的染膏里 故意陷害你 这还了得啊 我去告诉你师父去 不行不行 你们都不能去 事已至此 颜文秀肯定不会承认的 而且没有证据 只会令师父更加烦恼和生气 我既然已经认罚了 也就不必再争了 可是 若三日之内卖不出十两银子 你就要被赶出去了呀 你怎么知道我卖不出啊 霓裳 那你可有把握 既然别人做的 那我也做的 不是是怎么知道 霓裳说得对 你们师父呀 平日里醉济徒弟间猜济生死 这事要是再闹下去 证明不了霓裳的清白不说 还会白白惹你们师父生气 依我看啊 霓裳 你尽管去集市 就算卖不出去 想必你师父 也不会真看你走的 大不了梅姨 再去替你求个情 我给你师父这么些年 这点薄面 她还是会给的 谢谢梅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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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霓裳 梅姨 王爷 昨儿云锦庄出了一件大事 说霓裳姑娘故意用过敏的东西 害别人 要被赶出去 少胡说 怎么可能的事呢 千真万确呀 今天一早 霓裳姑娘就就 就包了那么大一包衣服 出门了 云庄主罚她 说说卖不到十两银子 就把她赶出去 对 此事必有蹊跷 你都是从哪儿听来的 王爷 你只是走街穿巷的 也不理我 我 我实在无聊 就和庄里的几个小姑娘 聊得头起 几个小姑娘 你聊得乐不思蜀啊 是不是早就忘了 小秦姐姐了 没有没有没有 王爷 您不是说您要去看赵大人吗 怎么就走了 等等我呀 师父 都怪我不好 是我连累了霓裳 早知道她今日离开云锦庄 昨夜我就应该去找她说说提几话 也不知道以后 还能不能再见了 你身体可好些了 我好多了 谢谢师父关心 这只姐妹情意可贵 就应该多珍惜才是 不 梅姨 您清了 弄得我一身回 梅姨 中午给孩子们炖个鸡汤吧 天气炸暖还寒 缺缺寒气也是好的 你们在屋子里暖暖暖呼呼 尚要驱寒气 那被你赶出去卖东西的 风里雨里 倒是没人关心没人理 也 这个梅姨 说到底是个粗使杂役 倒狂得跟个主子似的 梅姨跟了我十几年 我待她如亲人一般 哪儿轮得到你这般狐狸 师父息怒 是文雄盲撞了 我可以不见得到你 你三尾 你应该有一种